師父 五哥 三哥 兩人都要別等了 師父 三哥造人暗算 受了重傷 滿頭白髮 一身稻袍 將其大來爭氣十足 氣勢令人折服 這個造型和這個身影 就是長楓在台式古裝武俠劇 《倚天屠龍記》當中 最為人熟知的角色張三楓 師父 這大力金剛指 除了少林派以外 是不是有別的門派 會這麼功夫 據老夫所知 沒有 那武林中 是不是有什麼奇人意識 能夠自行練成這門金剛指令呢 少林派累積了千年的功力 才創造了這套絕技 絕非一蹴而成 就是頂聰明的人 也無法自創 當年 唐鋒與馬錦濤 葉童還有周海妹 一同主演 精湛的演技 讓戲迷留下深刻印象 也因此被譽為最經典的張三楓 而《倚天屠龍記》 也在1994年 一舉成為台灣全年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雖然張三楓的形象深知人心 不過令人印象深刻的 還有這一部劇 你這樣我就不能打你了 我已經不是小孩了 我有權利寫著自己的路 不必跟我講這個楊道什麼權利 我不懂 你不懂我教你 大女不招 在1990年 台視八點檔連續劇《末代兒女情》當中 長楓飾演劉松仁的父親 是個清朝高官 常跟兒子有觀念上的衝突 時而嚴肅 時而無奈 角色拿捏得剛剛好 但除了古裝劇之外 長楓的時裝劇一樣不遜色 男人四十億之畫 還年輕得很啊 年輕個屁啊 他再不結婚生子 你們新家呀 恐怕要絕後了 還有我呀 你不是 不是什麼 嚴起思想的外祖父 長楓連眼神都變得溫柔 言什麼像什麼 讓劇中飾演外孫的謝祖父 印象深刻 那是我退伍回來的第一部戲 那部戲就讓我很緊張 因為他們所有都是演技派的演員 李立群大哥 顧寶明大哥 都很大咖 長楓 伯伯 盧彬雲艾 他們都是Super大咖 誒 陳伯伯 今天啊 這就是我給你提起來 我外甥女兒 她叫光飛燕 我們都叫小飛燕 乾脆喊人啊 這行光摸 這行光摸 行光摸 行光摸 不客氣 好 方小姐很健康 是啊 很健康喔 被認為是天生演員的長楓 其實並非科班出身 曾經在日商公司上班 在1949年來台之後 加入了軍中話劇社 之後才開始拍電影 打開知名度 台視1962年開播之後 長楓也成為了戲劇指導 更是首批台灣電視史演員代表之一 而被尊稱為長霸的長楓 更有著國民爸爸 國民爺爺的封號 2008年 他獲得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2015年長楓 在貨班金鐘獎特別貢獻獎 我沒有後悔 而這個工作的話 你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長楓更曾經表示 人生如果重來 還是想當專業的演員 他一生熱愛表演藝術 96歲時還主演了電影 進演的精神是演藝圈的典範 而長楓的身影 也將透過一部部的作品 擁留人心 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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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的 民主人